镜头来到汐止 汐止城中里早在好几年前就进行了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不过却还是有几十户一直都没有进行 在建城路23项20到30号总共40户人家 因为之前是卡在后方的用地问题上 迟迟都没有办法施工 一拖就好几年也让居民感到相当无奈 而30号这天早上市议员中亚林服务处 也邀集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并且要求尽快施作 最快年底 不然就必须要等到明年过年之后了 明明同一个社区大门进去 不过却是两样轻 因为右手边的污水下水道脚就第一期做好 但是左手边这40户却到现在都还没有做 里长被骂翻 居民也抱怨连连 一直希望污水下水道能够赶快的施工 因为还没有做居民新南安 直说好无奈 很无奈 还没要怎样 这么久啊 还没要快做做的 谁也 大家这些都做好了嘛 我们只要我们这一招 对吗 不然快统统统的 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多 对吗 心里没有办法安 那包括说 包括那个污水都已经冒出来了 那个发分池在那边的 都已经 假如说他们满的话都会液体 都会液出来再流到水过来 这边就会很错 那他们又说 我们已经交代说已经要做污水了 所以他们也只是用抽的 没有很根本去处理掉 上一期的污水下水道 他要经过我们的国泰这块地 所以国泰就没有允许 所以就拖延 这个二十三项这个污水下水道 就并到第六期 那第六期因为营建署 有一点这个延宕 所以他把这个工程就交给 新北市水利局 怎么会拖这么多年 一开始是因为后方用地不属于社区 急剧无法进场施工 才会拖到现在 还有就是污水下水道 第六期延宕 现在又改由水利局来接手 何时能做 会刊要求尽快 这一段就剩下这一排的 跟三的气象三副 所以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 那现在这个工程要 移给水利局 那今天水利局 再特别来办一个会刊 确认一下说 大概在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他开口合约标出去以后 优先来这边处理 要赶快来承接 然后对外来花包 希望说在十二月份的时候 整个开口合约完成以后 我们交给他们来做 然后到过年前 我们希望污水下水道 整个完成 30号上午 议员抓铃服务处再度邀请相关单位人员进行协调 只是接下来还要发包等程序 最快今年底 不然就是得等明年农历过年之后 污水下水道才能进场实作 这场惠林细致采访报道